然后这边是第一课的总结的题目 第一题它要你打勾正确的言论跟打差错误的言论 关于人类的这个神经系统 A说这个身体的神经系统是成立于这个神经 是连接大脑跟Saraf Tunjang就是主神经 所以这是错的 这是那个菩萨的才对 它说如果没有头脑来操作的话 受控制行为就不能够被做 这个对哦 因为要头脑嘛 打羽毛球是不受控制的行为 这个怎么可能 信号只会只能够被分析 被大脑分析这个对哦 这个的话前面已经教了这个部分叫大脑 然后这个有很多一条一条的东西 叫做Saraf Periphery 就是身体的神经信号 然后这个长长的脊椎的这个叫做Saraf Tunjang 这个前面都有叫 可以放回去前面看 然后接下来说的是 这个图它显示A跟B的反应在眼睛方面 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瞳孔是这样子 小小力 这个瞳孔是大大力的 还要你讲出这个反应是什么 所以这个反应是 是Boruba和Sais Pupil Palamata 在前面那个experiment有教到的 就是瞳孔大小的改变 B要你讲出这个刺激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应 这个前面有些有教到 是因为光的亮度 进到眼睛的太多或太少 这个它放大了嘛 就代表没有光进来 就是晚上很暗的时候 这个就会放大 像如果你昏迷的话 医生拿手电筒照你 你的遮力也会放大 然后接下来 从小它的这个反应才会变大嘛 因为我们是从小到大 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子写过去 不可以倒反 所以这个小变去大 是因为它去暗的情况 暗的情况就是光的亮度变低 所以我们会讲什么越怎样 什么越怎样 华文的话就是什么东西 越怎样 什么东西就越怎样 比如距离越远 影子越大还是什么 然后马来文的话 我们会倒反 我们会先讲越怎样 什么东西 然后越怎样 什么东西 所以这里是光的亮度越低 那个瞳孔大小就越大 所以越低 我们就要先讲 什么跟人的 光的亮度就是 就是光的亮度 这个第一个字要大写才对 离突犠感 离突犠感就是朝向 离突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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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向眼睛的光 越少 就是越低的话 眼睛的那个瞳孔的size 就会越大 所以我们要先讲越大 瞳孔的大小 叫做size 眼睛里面瞳孔的大小 就这样 所以越低光的亮度进入眼睛 越大瞳孔的大小 马来文会倒反 下来提议他说 这个反应会保护眼睛 尤其是在这个retina的部分 因为他阻止这个亮度 过多的亮度进入到眼睛 所以他就缩小 解释一下为什么 当这个日食发生的时候 应该懂什么是日食 就是如果这是地球 然后这是月亮 然后这是太阳 刚好这三个排成一条直线 这个月亮挡住这个太阳 我们看不到太阳的时候 就发生日食的情况 看不到太阳就叫日食 叫做Gurhanamata Hari 日食发生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看这个情况 在这个Bomugan RA 就在水的表面 用一盆水 就是说现在日食嘛 可是你看上去那个天空哦 它就是一片白天 但是有一粒黑点 可是我们不能够 直接观察这个黑点嘛 因为它旁边还是有点阳光的 然后还是很刺眼的 我们就看不到 所以我们可以准备一盆水 放在地上 这个影子就会照下去 然后我们就观察这边 他问你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 其实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戴太阳眼镜哦 你戴着太阳眼镜 然后你就可以看那个天空了嘛 你就不会被那个阳光吃到 所以也是可以 另外一个方法的话就是 像他讲的就准备一盆水 看那个影子 这样子的话 那个光线已经反射很多次了嘛 所以它进入我们眼睛的话 就不会伤害我们眼睛 所以我们回答的时候就要讲 然后我们就要讲这个光线 然后这是太阳的光线 所以是 会直接进去眼睛 会直接进去眼睛 如果我不放一盆水的话啦 我直接这样看 那阳光的光线会直接进去我的眼睛 然后就会弄坏 然后就会弄坏 就会弄坏 就会进入到耳朵 这个我们前面学过了的 所以就是声音 到秋冰德里纳 到Saraf德里纳 到Gagnan德里纳 到Durang Ossico 再到Gindela Boudjou 再到Cochlear 再到Saraf Oditari 再到Ottark 所以你要画箭头 就是什么 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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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如果没有一行写了 不够位 你就这样子 画箭头 下来 继续写 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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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没有位 再继续转一圈 下来再继续 B的话 它要一个Charta Alias 是可以显示光线 从一个物体 进入到眼睛 所以光线就Chaya 会进入Cornia 进入Galama Ear 进入Pupil 进入Gantamata Galama Cha Retina Saraf Odit 再到Ottark 这些流线图 全部一定要配好 考试一定会问 第五题 这边的话 是讲人类的皮肤 所以这个皮肤 我们学过 有五种感官神经 这里X的话 是长长的 所以它是Receptor神多汗 Y在最上面 所以是Receptor socket 痛的 然后B的话 就解释为什么 手指的这个尾端 还有不是手掌的地方 会被用来感受 这个Simple Brow 就是那个盲人的那个字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 因为它们 LeBay Perka Terhada 它们比较敏感于 Ransangan Sentohan 所以我们就会用它咯 然后原因就是因为 这里会有 Lapisan Epidemis 前面我们学过的 还有它的Taboran Receptor Sentohan LeBay Padat Taboran就是分布 就是整个手指这样一条 它的分布的那个 触觉神经比较多 叫做Taboran Receptor Sentohan Yang LeBay Padat Padat是密集 就是密密党嘛 都有很多的Sentohan的 所以我们就用它来触摸 这里Mazlan说 它把这个舌头归类为一个皮肤 是有Receptor Rasa的皮肤 就讲它讲舌头也是一个皮肤 只是它有味蕾 我们其他皮肤的部分没有味蕾 它问你同不同意 它把舌头归类为皮肤 然后解释你的答案 所以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 只要你有理由 这里的话我们是同意的 是Sentohu的 就写Sentohu句号 然后就回答为什么咯 我们就会讲 因为Lida 因为舌头 它是一个Organ Dura 它是一个感觉器官 皮肤也是一个感觉器官 所以我就讲它是一个感觉器官 只是它的Receptor是Dunas Rasa 它的感应器不是痛 不是冷 不是热 它的感应器是Receptor Rasa 就是那个味蕾的 然后它也是一样 被Epidemis Kulit保护着 就是被皮肤的表皮层保护着 所以我称它为皮肤 第六题的A说 有什么重要性 在这个嗅觉的感官的重要性 给我们 当我们在科学实验室的时候 然后要给多一个例子 就是为什么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嗅到 是什么味道 所以可以帮我们 Menghazan Bahaya Menghazan是察觉 Bahaya是危险 比如我嗅到煤气味 还是我嗅到有毒的味道 还是我嗅到臭臭苦苦的味道 我就可以辨认是什么样的化学物质 然后我就懂我要不要逃跑 还是我要不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它可以帮我 Menghazan Bahaya 然后还有一个Centot的话 我就可以讲 可能我可以嗅到 Gas Yangbih Bahaya 我可以嗅到危险气体的味道 比如煤气 然后我就要给一个 Centot Seperti 可能我嗅到的是 Clorine Clorine是绿 就是我们每次游泳池 有的那个味道叫绿 或者是我也可以嗅到 Armonia Armonia是一种化学物质 在我们的尿里面有的 还有我们软头发 烫头发也会有的 那个味道叫Armonia 然后它都是可以通过嗅觉来嗅到 因为它散发出一个味道 我就可以嗅得到 我就懂我要做什么事情 要不要逃跑 要不要开床 B的话是问 为什么狗 在Unit Police 就是在警察单位的 这个狗 能够被训练来 察觉到 有没有这个毒品的存在 然后如果是守在Bag的话 为什么狗一经过 就可以嗅到 因为狗的嗅觉 非常灵敏 我们就会讲 安静文不嫌伊 Daria Bao Yang Sangat Pekka 非常敏感的嗅觉 因为他们的 Sau Daria Bao 他们的这个嗅觉的细胞 Le Be Baniak Dari Bada Manusia 比人类还多 人类嗅不到 他们嗅得到 因为他们的感官神经 比较多 然后他们能够去 辨认那个味道 就是比我们更加能够辨认 我们可能只能嗅到 发明的味道还是尿臭味 可是我们嗅不到是哪里 但是他们的嗅觉很灵敏 他们就嗅得到 所以我们会讲 他们的 Gerbolehan Gerbolehan是能力 他们的Gerbolehan Meng Annalisa Bao Meng Annalisa是分析 Bao是味道 他们分析味道的这个能力 Le Be Chukup 比较敏捷 比较敏锐一点 比起我们人类 第七题要两个反应 要植物的反应 来帮助做光和作用 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是 Phototropismal positive 要对光有反应 然后第二个就是 要对水有反应 Hydrotropismal positive 一定要提到 Positive才是有反应 如果negative的话 就是没有反应了 B的话问你 这两个反应 怎么样可以帮助 Phototropismal positive 就是你刚才讲的 光跟水 怎样可以帮助 所以Phototropismal positive 它可以确保 我们的Bootchoke 我们的树茎 Bootchoke是树茎 就是树干的部分 还有我们的Darwood 还有我们的叶子 可以去得到 足够的阳光 然后就可以做光和作用 然后Hydrotropismal positive 的话 它就可以帮助 这个根部 这个Aggar Aggar是根部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Aggar 去到有水的地方 然后去吸收水 然后就可以做光和作用 然后下一题说 叫你讲出老鹰的 这个视觉 所以老鹰的眼睛在前面的 所以就是Penglihatan stereoscopic 然后问你有什么重要性 这种眼睛 对于老鹰的生存 这样子老鹰的话 它就是用stereoscopic 这样它就可以 Mengangar Jarrat dengan lebetter parts 它可以准确的预测位置 然后它可以找到它要的食物 因为它有那个3D的影像 它可以抓到 那个动物的距离在哪里 跟位置在哪里 更加准确 它就可以抓得到 第9题讲Penglihatan stereoscopic 有一个Rabun Dekat的问题 Rabun Dekat的话就是远式 就是静静的很萌 就是远式的 然后它忘记戴它的眼镜 当在吃早餐 在一个小巷子吃早餐的时候 你就被要求去设计一个镜片 来让这个Penglihatan stereoscopic 有Botoplastic Lute Senna 就是塑料瓶 然后是透光的塑料瓶 这边就有水 它问你要怎么办 所以这个远式的话 我们需要戴的眼镜是 吐出来的 这样这个瓶子 刚好就是双面吐出来的嘛 这样我就把水装进去里面 然后我就叫它 把水装进去里面 拿着这瓶水 放在报纸的前面 就算是报纸有字 我就这瓶水装满了 过后盖起来 然后打合拿住 就可以把那个字放大 就可以了